大家好,我是葫芦峰 趁这个频道有超过一千个订阅者的今天 一千零七十个,差不多 我想跟大家谈谈一千个粉丝的理论 我们开始吧 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 美国有一本杂志叫做连线杂志 The Wired Magazine Wired Magazine它里面有一些 有很多很著名的一些新闻从业园 那这些新闻从业园里面 有一个其中一个 它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理论 叫做The Long Tail Theory 长违理论 那长违理论现在在互联网研究上 已经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说法 那它是什么东西 我在下面放个链接吧 然后你们去看一下吧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这个长违理论的作者的同事 叫凯文凯利 叫凯文凯利 凯文凯利 他就有一个理论叫做 The One Thousand True Fan Theory 就是一千个铁粉理论 那在这个一千个铁粉理论呢 的背后呢 它想说的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当一个创作者 不论他是一个 我还是念出来比较好吧 A creator such as an artist a musician a photographer a craftsperson performer animator designer video maker or author in other words anyone producing works of art needs to acquire only one thousand true fans to make a leap 翻译成中文来说呢 就是一个文创者 不论他是一个卖字画的 卖画画的 拍视频的 表演的 演说的 还是一个 或者写文字的 的任何文创家 作家 文艺创作家 他只需要有一千个铁杆粉丝 就够了 什么是铁杆粉呢 铁杆粉就是 那在这里之前 我们必须要对这个铁杆粉丝 这四个字 有一定的定义 那铁杆粉丝是什么呢 就是 这些人不论你干啥 他都支持你的 有点像现在川普的 的一些支持者 这样子 就不论做什么 他搞外语 说难听的话 低俗 都没关系 我支持你就是我支持你 这样子 这种态度 所以你只要有这种铁杆粉丝 你只要有一千个就够了 那这一千个人 不论你是干啥的 你说 哦 有一件T恤要卖 然后他们就买了 然后 我有一个什么什么要做 他们就 听了 他们只要每一个月 支持你 三十块钱 每一个人 三十块钱 如果是以马币来算 那就大概是 去 去印度的那些 茶餐市 吃 三顿饭 就差不多了 就 高端的吃两顿饭 就没有了 其实不是很多钱 他只要有人愿意每个月 给你三十块钱 就差不多了 你就差不多有三万块收入了 差不多 三千乘三十 三万块 所以 所以他的 他的论述是这样子 只要 你有办法吸引到 一千个人 无论你干啥 都支持你 你就成功了 嗯 那 我们现在这个状况呢 是 到底YouTube 是不是因为这个样子 而说我们的这个 最低的这个要求 是一千个人 我不知道 但是很明显的 在YouTube上面呢 这个 一千个铁杆粉 可能 还不只是普通的订阅者 那 我知道有一些 粉丝他们是真的是 非常支持 创作者的 就创作者 就是至少说他 不会轻易的说 怎么说呢 就是 至少对他的内容 是尊重的 或者是分享他的内容的 会觉得 这个这个人说的东西 还蛮不错 我可以分享给别人看 那 我 其实我也蛮欣赏好几个 在YouTube上面的一些创作者 所以我 我会不己然的 会经常提起他们 或者是 会去推荐他们的内容 那 其实现在在 现在的疫情之下 有很多 怎么讲 创作者 都遭遇到了各种的困难 首先 没有表演的 这个空间 第二是 收入少了 基本上 哪怕是说拍电影的 你看好莱坞 到了 那么 上今天 就上个星期 大前天 星期五 星期四 好莱坞的工会们 才终于跟这个 那些出品方们 终于达成协议说 他们开放拍摄 要用什么形式去开放拍摄 他们的SOP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 其实你也看到这个转变 是 蛮大的 在 在这个 记录上呢 美国在电影方面 被受影响的这些电影工作者 大概有90多万人 那还是很多人的 那当然 中国 很多地方 已经 开始复工了 所以他们基本上 已经开始拍摄了 那他们有没有说 受限制 其实也有的 我据我所知 很多电影院 基本上是有 这个 座位的限制 就是他必须要 按照这个 SOP 然后他一天能够开的场次 也是有限 所以这一方面的那个影响 肯定很大 而且你也看到有很多电影 不能上无线线 他们宁愿上这个 数码 串流 数码串流 就包括了这个Netflix 包括了HBO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在中国 当然就还有腾讯 还有 爱奇艺 Bilibili 之类的这些 视频网站 那YouTube当然也在做这个东西 只是说 现在 现阶段 现在 很多 电影都没有选择 只好先上这个 先上这个 平台 那 所以就变成说 我们 作为观众 作为支持者 哪怕你不是那一千个 粉丝 因为其实有些人对粉丝这个字 是有一点抗拒的 我本身对粉丝这个字 更加有反抗拒 因为粉丝这个英文字呢 Fans 来自另外一个英文字 叫Fanatics 就是 狂热分子 那我 我不是什么狂热分子 那 那 但是我就希望说 哪怕我们这个频道 不会有一千个 铁杆粉也好 我也非常感谢大家 订阅 然后 当然也非常感谢 分享这个频道给其他人看的朋友 嗯 我们这边呢 受影响大吗 受影响大 我这个 嗯 今年我参与了好几个电影节和这个 线上电影节吧 就是线上电影节 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还在思考着线上电影节的意义啊 那个 呃 的一些 讲坛的一些 的一些工作 就 他们邀请我去 做发表演说 呃 但是 呃 我在 对我而言 呃 电影节最大的用意呢 是让我们都够在一个 呃 电影人都在一块儿闲聊 看电影 呃 喝酒聊天 的那种环境下 互相认识 互相挖掘新的可能性 的一个环境 可是当一切都上了 呃 这个线上以后呢 这个功能就没有了 没有了这个功能以后 那我们还能够有怎么样 多高层次的交流呢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我想 如果你是搞电影节的话 我不论你是谁 Niklas Chee也好啊 Niklas Chee是搞这个 刚刚过的这个东南亚电影节的 呃 短片节的这个朋友 呃 呃 不妨麻烦 你们思考一下 让 如何让我们 不要再只是在一个 线上的一个环境下 需要自己主动 还是 或带着一点点被动的 那种情况 其实更加多情况是很被动的 的情况下去参与一个讨论 呃 然后 呃 那 这个线上电影节的意义 可能会更大一点点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是希望说 大家 能够 呃 支持 多支持 呃 嗯 知性 不是 知识性 不是 知识性的这些 呃 呃 我上课以后 我就发现有个问题 就是只有我在讲话 然后不懂 下面的 就是在看的人 到底在想什么 到底懂了什么 我想 呃 如果可以的话 那 嗯 接着下来 我们能够有更加多的 对话 然后 呃 大概是这样子吧 所以感谢 一千 会订阅的朋友们 然后希望 很快的 就有第二个一千个 然后 第三个一千个 哈哈哈哈 梦想 总是好的 啊 不过 呃 据我所知 呃 像我们这一类的内容 一般上 是 冷门的 尤其是说华语 啊 如果我把我所有的东西 用英文来说的话 可能会好很多 但是其实我要兼顾到的是 不是兼顾 我更要做的就是因为 呃 因为已经有很多说英文的 的内容了 那 就让他们去说好了 我们就继续讲我们的话语吧 好 那非常感谢 然后 呃 还没订阅的 麻烦你订阅咯 然后 呃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多谈电影咯 然后 呃 我答应下来了 哇 楼个坑哦 呃 答应了一些朋友们说 教你们怎么怎么怎么 怎么利用简单 用电脑做配乐 就做简单的编曲 这些东西 我应该会开始做了吧 因为 呃 哪里都不能去 只好做这个 好了 谢谢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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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